大家好 大家好 李小牧先生好 何必先生好 何生好 抱歉抱歉 本来我们要试试让大家呈现一个李小牧先生更好的形象 甚至希望把我们这个节目进行直接的播放出来 这样的话网友和小牧就可以进行互动了 但是非常遗憾 我们的技术也测试了很多次 由于提供这个系统的供应商 它的技术的局限 我们是集点连信的时候 没办法让小牧呈现出更好的形象出来 非常抱歉了 但是希望尽快地改进 好的 尽快改进吧 对 好了 那么我们知道 像我这样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 不知不觉自己就产生了一些非常微妙的变化 这种变化就是 这开始是我的饮食 我这开始四五年的时候 基本上是很难接受西餐 但是慢慢就觉得 吃西餐挺好吃的 然后再慢慢就觉得 不仅仅是一般的西餐挺好吃 所有的外国餐 只要不是中国的 我都可以接受了 只要不脏 你一个意义上 你都是可以接受的 这种变化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你慢慢觉得中国变得比较遥远 那你开始会觉得 中国有些事情做的也不错 而有些事情呢 做的还是很糟糕 为什么有些事情觉得做的不错呢 就是因为你发现 以前你会很容易 你对政府 对这个社会 发现一些不满 一些不满意 但是你到了西方以后呢 你发现 美国或者加拿大 或者是其他国家 一样的也层次这些问题 所以你心情就慢慢开始平静 以前的那些愤怒和怨恨 有一些可能是对的 但是有一些可能是错的 或者是比较偏激的 我们毕竟是见识有限 还有一个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你慢慢对周围发现的事情 尤其是我生活在美国 对美国发生的事情 变得越来越敏感 越来越觉得 哇这个事情怎么是这样 那个事情怎么是那样 然后就开始形成了 把原来的对中国批评的那个 那个镜头就开始转移了 开始转移了 当然有一些网友很难理解这一点 中国不明直 你还不批评中国 美国明直 你还批评美国 你是一个大五毛 或者是大外宣 这种帽子 对我们媒体人来讲 是非常熟悉的帽子 反而还无所谓 这个不是个问题 问题是 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 我不知道小莫到日本之后 是不是也会像我这样的变化 还是你不一样 当然 因为我到了日本这么多年以后 特别是我要写一些专栏 当然首先要了解日本 然后跟中国去对比 了解了中国跟日本 当然现在做你明镜以后 在这之前我也比较关注美国 所以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关心 我的国家 我今天讲到我的国家是日本 所以我们这个在这边存在 对这个话也特别特别敏感 为什么特别敏感呢 就是在国内的人 你听起来觉得 哎呀很不爽 很不爽 觉得你的祖国是中国 你为什么说 我的国家是日本 我的国家是加拿大 我的国家是这个美国 我记得这个上个世纪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吧 周恩来出访的时候 到一个国家 那么这个国家是东来亚一个国家 那些人就希望怎么怎么样 希望祖国怎么样 周恩来总理当时就说 你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在所在国 征受所在国的法力 你们是所在国的这个共鸣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移民的 最基本的尝试 但是中国的新移民 毕竟是最近几十年在发生 所以很多人都很难接受 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是 陈冲吧 就是中国有一个电影员 对吧 他回到中国去 他自然讲这个什么话 当时引起的这个震动了 非常之大 人们好像在这个 你是个中国人 你这人是个中国人 你是一个什么样子 人也不能改变 其实很多人变成了 其他国家的公民 就应该把那个国家 变成他的国家 把中国变成一个祖国 你可以关心他 你可以爱护他 你可以支持他 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陈冲还是你要所在国为你的新前提 对吧 应该这样讲吧 应该准确一点讲 就是应该把中国当第一祖国 我现在的所在国是我的第二祖国 然后我还有一句话呢 就是哪里好 哪里就是你的故乡 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也就是我的故乡一样 所以我经常把歌舞基丁 当作我的第二故乡 一样的道理 所以 所以我今天生在日本的 我也喜欢日本 也待了33年 所以我觉得我的国 我的国家 那我现在指的我的国家 当然是日本 因为我现在自己就生活在这里了 那日本政府出现了什么问题 那我肯定就像以前 以前我是戴着外国人的眼睛去看 我是戴着第三只眼睛去看日本 然后我在美国新闻周刊 日本版里面是做过外国人的那个观点出来 发现日本的社会的问题 但是今天 我自从2015年 入了日本国籍以后 在日本去参加过两次竞选以后 那当然 我今天的视角就是以日本公民和日本国民的角度 或者是在日本生活的媒体人的角度 来专山打洞的发现日本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很理所当然的 就把我的第二故乡 当然也会经常跟第一故乡去比 但有些呢因为社会制度不一样 环境也不一样 然后他的经济水准也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是能比 有些不能比 但能比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是东方人 都是亚洲人 都是吃大米的 都是写汉字的 那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 在中国待了27年 实际上我在日本待的时间更长 待了33年 那所以我讲 我是献三十年河西 太平洋的西面是中国 太平洋的东面是日本 在东营也待了33年 后 人家 那个属于是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这是记者您讲的 那我改过来 我是献三十年河西 再三十年河东 那我在现在 我可能我的骨头将来就埋在歌舞剧店也好 埋在新宿哪里也好 如果我死了以后 我想这也就是我的故乡一样 那这里发现的问题 我觉得我应该比在第一组国的人发现的更早 因为我就胜负在这里 所以政府的 比方说要加工我们的税金 对我们的保险 还有对我们的生活福利等等 特别是20个小时以后 马上要举行的东京奥运会 那我更关注 那就是怎么讲 就是我在88年 33年前来日本的时候 我经历过几次奥运会 第一次是88年的韩国 那时候叫首尔 汉城奥运会 首尔 首尔奥运会 那是88年 正好那一年我来日本 那个时候呢 我没有到 88年的时候叫汉城 汉城对 还不叫首尔 叫汉城 汉城奥运会 那个时候呢 但我只尝到的一点是什么呢 是我的同班同学 日语学校同班同学 拿了88的烟来给我抽 他这是我们奥林匹克的烟 那我就尝到了第一次 我人生中第一次 你就那么亲近的 尝到了奥运会的 滋味 那就是烟的滋味 88的烟 当时韩国造的一个烟 那后来呢 又经历过 08年 98年的 长野冬季奥运会 那是第一次 在日本经历奥运会 我还有他的那个 他们队员的那个衣服 还是高价买来的当时 加胖 后面是个加胖 一个冬装的衣服 蓝颜色的外套 那第三次经历奥运会 那当然是08年的北京奥运会 对吧 那那个时候我在 我在北京奥运会 在北京 就是也就像今天一样 明天就要开冬季奥运会了 到头一天我到了北京 然后赶到了天津就看了一场比赛 就是美国队对日本队 当时那就是08年的8月7号 大热天做的 就是那个快速很快的 从北京到的那个 到天津的那个火车 那是中国最早的火车之一吧 然后到了那里 我们在看在看台上 我是跟日本人一起 这个旁边的中国人 这小日本怎么 哎呀 就是日本要输的时候 他总是觉得很惋惜 就旁边的中国观众 都给日本打气 那是在08年的时候啊 就能看得到 就但愿日本能够赢一个球 但那天输得很惨 应该是三比零输给了美国 应该是一选赛吧 头一天 但我想讲就是 在天津经历的奥运会 看到的中国人 是在为日本人在加油 就为日本感到惋惜 当然那时候 中国关系也比较好 那个时候在整个过程 我也到了奥运会 北京那鸟巢 我也进去过 我记得我还在中国歌剧院 看了一场那个朝鲜 朝鲜的雪海音乐团 也的那个歌剧 麦花姑娘 我为什么会去北京呢 这个我应该解释一下 就是当时我为日本的一个 一个专门为中日之间做媒体 调度工作的一个公司 我当他的顾问 所以到了北京 因为我一是懂中文 在一个海 因为他是为NHK 为日本的电视台服务的媒体 在中国去采访 所以我既可以做翻译 也可以帮做调度 而且我们做他的顾问 所以我在08年的奥运会的现场 包括上海世博的时候 就两年以后的世博 我也在现场 因为我也是做他们的顾问 做了一个那个叫 叫那个 在世博会里面 有一个最贵的日本人开的紫 紫色的紫 叫Munasaki的一个高级日本廖亭 我是那个廖亭的顾问 他的三十来个中国员工 是我帮他做顾问 在上海大学 包括在武汉 还有四川等地招来的一帮 会懂日语的学生 然后送到了京都培训 然后再回到上海的半年 在世博里面工作 所以我是那个紫的高级廖亭的顾问 所以在上海世博的时候 我也在中国 那蒋安在中国经历了奥运 那回过头来讲 我们马上明天要开会了 我们今天的主题 主要是讲东京奥运会 对 为了这个让你的节目 能够很快让观众知道 最近几天我们把原来 计划三个星期播放的 这个日本有个李小木系列 把它压在一起 你提早播出来了 很抱歉 但是没办法 否则的话 我们自首会乱掉 对 因为今天 我为了也是为了 在东京奥运会开幕的 头一天做这个节目 我昨天特意到了 那个奥运会的 就是外围的现场 能进去的地方 甚至有一个 是不能进去的地方 我也进去了 然后麻烦导播 我把第一段视频放一下 就是也那个天桥的 对这个 这个是这个 他的左面就是星天皇柱的 翅膀的黄鞠 右边我们的前进方向的右边的 这一片森林一样的树 这个就是奥运会的主会上所在地 我们叫神功 明知神功的神功 正好这个信号灯的这个 我应该是往右边管进去 但他现在已经挡了一个牌子 不准管进去 这个路口不能进去 那我就只能绕到别的地方 后面那个就是奥运会的主会场 那边不能过去 看到2020 TOKYO 2020 这就是主会场的外围 这里面是进不去 那我要去找一条小路 但这是在我们新宿区 所以我很熟悉 我又绕到了主会场的 就是工作人员的入口处 这个信号灯过了以后 前面有一道广卡 我已经过来了 然后后面还有一道广卡 看我能不能进去 你看这就拿到了 这个主会场的那个外围 看得到 你看前面有警察站在那里 那个黑颜色汽车那里站着警察 那里我的车是开不过去 但我有一个办法 我往左一拐 这拐到一个什么地方呢 叫日本青年团 就是献天皇 元皇太子 他坐在这里停下 在日本青年团 都没有停 那就算了吧 你再倒回了一点点 上面那个路牌 再倒回了一点 能回了一点点 看得清楚吗 回不了就算了吧 对对 就这个上面有个日本青年馆 看到吗 这个日本青年馆呢 就实际上是日本青年团 是元皇太子献天皇 我讲讲 补充讲一下这个天皇 我跟他是同一年出生的 我们都是六年年出生 但他比我大半岁 他是二月份的生日吧 应该是 对 我是八月份 我们是同一年 然后他结婚的那一年呢 也是我跟日本的九妹子 结婚的同一年 OK 这是巧合 我不是想去 不会也沾点喜庆吧 他毕竟是天皇 这人啊 没得比的 你看同样的年龄的人 他都天皇 对吧 我还是一个 我们只能在明镜上来 露着面 但是有一点 你讲 我比他自由 我可以做明镜的台 他不是谁 但是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我对日本的了解 是很紧薄的 甚至于几十年以前 我就到过日本好几次 但是每一次都是朋友 陪我玩啊 看到的都是美国 日本非常美好的一方面 讲老实话 那么现在这些年 华人 这个尤其中国大陆的人 到了这个日本以后 写了很多文字 拍了很多照片 很多是非常的温馨 非常的 就是令人感动啊 原来妖魔化的 这个日本 不是那么一个样子 但是事实上 最近我又产生一些变化 就是尤其是疫情开始啊 就是我的日本观众 日本朋友 就开始跟我讲 很多很多日本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在日本最近 好像是因为他喜欢他了 还是我的朋友 他都在日本 我就开始有了一些批评 有了一些思考 也有一些试图 想更多的一些了解 您刚才讲到了日本的天皇 那我去过泰国很多次 我的朋友同事在泰国工作 那么这个 在泰国是不能批评国王的 不知道你们在日本 可不可以批评国王 批评国王 也不可以 也不可以 有什么谱物 就是作为媒体 作为政治人物 做在公众的场合 基本上对天皇 是没有太多的评价 就是不会 也不能在媒体上公开去批评啊 或者指责什么东西 基本上没有 只是在 你是个自觉行为是吗 应该是自觉行为 因为它毕竟是一种象征意义的 就是像神一样的 是一种象征意义 正因为当年的美国人知道这一点 所以在追究战争责任的时候 没有追究到昭和天皇身上来 所以呢 美国人也很明白这一点 如果把这一点给日本都没有的话 这个国家会乱 你拿哪一国的人来统治都统治不了 还只有日本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 所以他后来又修了一个 改了一个和平宪法 由日本人管理日本 就这样 但日本有很多受美国的影响 你刚才讲过 日本呢 很多人写的日本关于好多文章啊 但我在这里33年 看到更多的 但是跟中国比较起来 甚至跟美国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 干净啊 卫生啊 长寿啊 环境好 但也有环境不好的时候 好的这些东西 对我们来第三只眼睛来看 或者是我们做原中国人 或者我现在作为日本公民 真正做媒体你要来看他的话 我们觉得那表演他没意思 我们应该讲他存在的问题对吧 就像这几年你们美国不是一样吗 这四年一塌糊涂 对吧 到了去年死亡那么多人 对吧 其实日本跟着美国是一样的 对吧 如果在去年 这个疫情 对吧 如果抓紧一点 美国首先抓紧一点 对吧 不要死了60万人 是60万人吧 现在 对 然后 有60万人吧 日本早一点 我没注意到 对 对 日本早一点戒严 到今天为止 日本没戒过严 早两天有网友在推特上 跟我指证 我觉得指证的很对 因为我在上次节目里面 讲过我们戒严 其实日本从来没有戒过严 那不叫戒严 只能叫是智述 叫紧急事态宣言 他的汉字几个字 紧急事态宣言 那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叫你自诉期间 自己自诉 就是你自己严肃一点 在家里不要出来 规矩一点 是让你保持自觉的东西 没有一个说 哪里挡了什么线 或者你上了借交罚款 或者你干了什么事情 就没有那样 它不是一种真正的行政命令 也没有 也不需要负法律责任 对吧 所以这个 有一点像美国的 这样的紧急状况 对吧 我们发布一个紧急状况 要大家注意 跟你一个意义 这个建议不一样 像纽约这个地方 我们经常也天择人祸嘛 那么主要是天择 人祸少一点 但是呢 他发布这个紧急状况的时候 这开始我吓一跳 哇 发布紧急状况 其实后来发现 就是要你自己小心一点 对 就是你自己自诉在家里 不要出来 对吧 还有就是不要四个人以上的聚会 最近呢 东京奥运会期间 到十天前又开始 就是白天饮食店不能卖酒 东京又开始宣布 东京在奥运会期间 白天也不能卖酒 所以这两天 越来越感染的人数越来越高 一直到今天 我现在跟你做节目的 一个小时以前得到 最准确的就是 比昨天更高 昨天是一千八 今天是一一九七九 一千九百七十九个人 那越来越高 越到明天开 越到要开奥运会的东京都 感染的人 感染的这个人数更高 还有东京都不能卖酒 现在东京都的人 东京的人跑到神奈川 神奈川就是横秉所在的地方 叫神奈川 还有奇遇 还有千叶 跑到那些地方去喝酒 这个那三个县的知识 今天都发表讲话 东京人跑到我们这里来 东京的人你们最好别来 因为从今天开始 日本是四连修 四连修 也希望连修的时候 自述期间 东京的人 你们不要来 所以在那些县 看到东京的车牌 也是不高兴的 为什么 什么叫四连修啊 就是因为 星期五 从昨天星期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天 叫四连修 我们叫四连修 就是因为 因为马上开奥运嘛 然后 有这四连修的时候呢 大家都不要到外地去 不要来我们签业 不要来我们神奈川 你们东京 因为东京都规定 是不能白天 不能卖酒 所以他们呢 就利用休息的时间呢 这个节假日 跑到外地去喝酒 但是呢 外地 现在感染也增高 不仅是感染人数增高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重症者 这个病人 较多 病床 就更加 更加 更加的困难 而且现在是 在按照专家 今天在NHK的节目里面的 放出来的假设 如果按照这样的发展下去 等到奥运会要结束的时候 差不多到八月份 每一天感染人数 东京都会达到 五千 这是预测啊 这是预测 然后麻烦导播 找一张照片 我今天把四个国家 今天这也是今天 是日本电视台 放的一个节目 临时用手机 拍了一张四个国家的一个 就是打着育苗的 那个那个比较 对 就这一张 旁边的那个中文 是我翻译的 我临时用那个手机 以色列 以色列现在打着育苗呢 今天比较是 有百分之六十点七 两次都打完了 就两次几种 做到了的 英国中间这个绿颜色 是英国 以名利是 是百分之五十三点四 打了育苗的 美国 阿美利卡是四十八点三 底下不用翻译 这汉字一看就知道 是红颜色日本 打完两次育苗的差 百分之二十三点二 你说明天要开奥运了 我还在讲回这个道理 那就是当时 我们的简易伟首相 到美国跟发展 跟辉瑞的老板打电话 打完了 这个电话今天 日本的几个电视台 还在讲这件事情 就是刚才的 这个日本电视台 也在讲这个事 简易伟应该是 没去美国之前 就应该跟发展 跟辉瑞的老板打电话 当然这是邀请的 邀请了辉瑞的老板来 他们还要进行商谈 就是还要加多 辉瑞的这个 这个 辉瑞还有包括那个 还有另外一个美国 还有一个公司的 老板邀请来参加奥运会 我讲到参加奥运会的人 美国的那个总统夫人 已经上了飞机了 大概现在正在 第一夫人 第一夫人 对 拜登的夫人 已经在天空上了 好像还没录地吧 我刚才没开电视 然后那个美国代表团 是两个人 一个是拜登夫人 还有一个是 美国驻日本大使 两个人 中国的原来定的是 要副首相级 副总理级的 到今天我给日本的 一个不是NHK 一个大媒体的专门管 外姓的一个头目 是我多年的朋友 当年我在北京奥运的时候 我就跟他在一起 他当时派出北京做记者 他做过北京 最后当了副总局长吧 对 当过香港总局的局长 但香港也就一个人 我跟他很好的朋友 今天我打电话问他 我说中国人来了吗 他现在不知道 现在还有20多个小时 估计明天吧 现在地方是申春兰来 是吧 原来是副总理级的人来 因为申春兰是副总理 他负责这个体育嘛 但他能不能来 估计因为拜登夫人来了嘛 估计他应该来的 来的可能性比较高 但现在还没下飞机 还没到日本 因为北京飞过来就三个小时嘛 另外呢台湾还有 本来邀请了台湾 但台湾跟日本没有外交关系 对啊 然后不可能邀请 就是台湾 台湾的领导人来不可能 但是呢他们的大成绩的人物 邀请了一个 一个叫唐凤的人你知道吗 唐凤是我的朋友的小孩 哦 是一个超级天才 从来没有读过大学 没有读过中学 没有读过小学 对 对 对 就本来 因为很好的朋友的小孩 真实为他感觉着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发生什么事情 早要找唐凤 对 奇怪了 他呢 本来是 你看啊 因为日本人也 对他 他现在比 比这个蔡英文的知名度 在日本还高 因为他 对 绝对比蔡英文更高 你要讲台湾人有谁啊 Tansa 都知道Tansa 要讲塞上的人啊 塞呆的人 那只有媒体人知道 普通老百姓 因为电视 电视里面经常有他的连线 因为台湾的那个 疫情管理的好的时候 也跟他连线 那最近呢 虽然是又 又又又复发了一阵 在五月份一天 台湾感染的人 有达到五百人 但是最近 又把它控制下来了 一天 只到了二十个人左右 就每天感染的 就日本的媒体 包括日本媒体人 还是在占量台湾 还是管理的好 结果呢 就要把这个功劳呢 不是蔡英文 要归功于这个 唐峰 对 所以呢 日本这次奥运会呢 是打算邀请他来的 据说 受到了某一方面的压力 他来不了 其实倒就到 他来 他应该是来不了 但是日本人 是很希望他来 这是我得到的消息 台湾 台湾闹了一个风波啊 就是说他们的官员 体育负责的官员 和奥运选手一起到东京 结果呢 选手做经济窗 官员做这个商务窗 这个引起很大的波动 蔡英文政府还表示道歉 好像那个 负责体育的一个什么 部长还是什么 辞职了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 太杯子的风波了吧 台湾有时候 这个民意啊 我觉得有时候 太左右 政治太厉害 你想一想 在美国 或者很多国家 运动员很多啊 是普通的选手啊 你为什么不能做经济窗呢 对不对 官员 他是有一定的级别要求的 每一个国家都有 他的行政安排 到了一定级别 他就是要做商务窗啊 我不知道台湾怎么安排 反正我有时候觉得台湾的 这个老百姓太厉害了 我经常批评台湾老百姓 我觉得你们是光不聊生 也不好吗 然后我还顺便问了 这个媒体人就说 那台湾既然管理的好 那前面又感染了 一天有500人 为什么疫苗达不到那个 为什么有那么多疫苗呢 那日本是给了一点 然后给了第二次 好像第三次再想给 就给不了 也受到了 就是因为在 在世界卫生组织来看也好 或是在日本的 就是我这个朋友跟我讲 中国觉得台湾是他一个省 他的省要疫苗 应该问国家要 那就是台湾要疫苗 是必须通过中国的途径 的疫苗才能 所以你上次不是讲吗 就是这一千万只是通过 通过那个叫叫什么上海的那个叫什么集团 通过他买过去的 对复兴 对通过复兴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美国不能直接给 日本人想再多给一点也不行 但日本是我们 我们前面预定的那些后来说我们不用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参加这个会议的人 本来说安倍要来的 现在安倍也不愿意去 安倍也不参加开幕式 就是明天不参加开幕式 但这个消息准不准确我不知道 如果他没来 那就算我讲中了 如果他又来了 你就当我放屁 没关系 反正我是我倒听途说的 但这个消息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还有一个讲到一个就是奥运的选手到今天为止 奥运选手包括他的教练 包括他的有关的媒体的 还有就是关联人吧 就是在奥运村的住在外面 只要跟奥运有关系的人 现在感染人数 就是有阳性的 到今天在两个小时以前得到的数据是 已经有75个人 包括有运动员 当然有那个英国的运动员 一个设计的那个很漂亮 那个那本来已经在英国就感染了 阳性 所以他就就辞掉了 就没有来 大家日本的这些 就是他的粉丝们都感到很惋惜 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一个是哪个叫做捷克的 波兰的 波兰的也发现 游戎的有六个人 阳性 然后他旁边的有12个人 是属于亲密接触者 所以这些感染的人 已经到75个以外 明天就开幕了 就是还有每天都在增加 几个的五个的六个 每天都在增加这个运动员 包括教练 那老百姓你到街上去问他 所有没得到问 就是你对这个奥运有多少的关心度 好像没太多关心 关心的都是这个肺炎怎么办 我什么时候能喝酒 甚至于我看到有个电视台 他关心上野公园出生的那一对熊猫 他的名字起什么名字 他在考虑这个问题 他没考虑奥运 因为他也到 他买不下 他也去 他不关心奥运 他关心上野公园 那个熊猫是从中国借来的 日本特别喜欢熊猫 最近在一个月以前 生了一对 好像两个都是 一男女女 生两个女的 我忘了 雌性的 现在为这个熊猫起名字 老百姓他有这个兴趣 反正对他的奥运没有兴趣 所以我刚才放的那个 你刚才我放的这个视频 就那一段路上 你看不到棋子 就你到了街上 根本在我们新书看不到一面 就是新书在靠近购物基点这一边 你看在两边路上 看不到那个挂到奥运的棋子 再在黄菊的旁边 这就在他旁 就在他这条 看奥运的主会场的路上 看不到两边 你比方说北京奥运 对吧 或者哪里奥运 马路边 全是彩奇飘飘的 没那种完全没有奥运的感觉 你看这里完全看不到的 这是一个 你把这个视频继续放下去了 只有到了这条路上 这个应该是本来是 是观众入门的地方 现在已经封掉了 完全进不去 也不可能有观众进去 只有这条路上有一点惨奇 有几面棋子 他不是那么醒目 这边就已经到了 这个主会场的后门这边 是入门的地方 一直放吧 你把这个视频一直放下去 对吧 好 我要开始往左边拐 所以运动员得了肺炎的来不了的 都在网上上自己发下去 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奥运会 这个里面有个停车场 因为我经常在这里 以前在这里开会 我是他的这个东京都的青年团的 一个成员之一 所以我知道这里有个停车场 估计这两天已经进不去了 这是我是前天去的 19号吧 我下了车以后 就靠往这个主会场的门口走 身后就是 我的声音应该在讲 就是三天后 就在这里举行奥运会的开幕式 延迟了一年以后的奥运会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回标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这边是那个五环 就是大家喜欢拍照做纪念的 所有媒体人都来拍这个五环 这个铜像是二林匹克的实应者 创始人的一个铜像 站在这个角度 这个五环的后面的主会场 这是19号的下午4点钟左右 我在为帮你们拍这个视频的时候 到了现场 这里没有戒严 这里可以进去 但今天开始有没有戒严 我不知道 因为那一天的头一天还在 它有一个奥运会的博物馆 还在开着的 到了19号开始就停止 一直到8月20号 闭广 这是著名的五环 大家都站在拍照的地方 我们在外面每一个人都是戴着口罩 结果我看你们美国的视频 包括英国的那个欧洲杯足球赛 都不戴口罩 在日本没有一个不戴口罩的在加州 全是戴口罩 在美国不是所有的地方不戴口罩 很多地方都是口罩 比如说你在坐飞机 对吧 你旅行 比如说在很多公共的场所里面 你还是会戴 打棒球 打棒球为什么不戴口罩 它是因为是打了疫苗的 有那个通心症是吧 我不知道 具体不知道 因为美国是一个很复杂的国家 美国你一个意义上是个联合国 不是一个 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它身有联邦政府 有一些地方在美国州 美国地方它的法律规范不一样 所以你很难看到美国统一的 一个铁丝网 所以我说这次的奥运会 就是在铁丝网里面 像在监狱里面举行一样 但结果这个监狱里面还没有人 只有运动员 没有观众的 讲到这个没有观众的奥运会 这不是第一次 这不是第一次 在100年前大家应该有记得 叫西班牙流感的时候 那一届的奥运会也是没有客人 正好就是那么巧 你看100年前 但日本的64年的 57年前的奥运会 当然是有客人 但是它是第一次用电视转播 你以前的奥运会 类似是在哪里可以你记得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应该在西班牙吧 在就在西班牙 在西班牙 在西班牙 你查一下吧 是 反正是1920年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胡说报道 你查一下吧 反正那一年的西班牙流感 在那一届的奥运会是没有客人的 所以奥运会没有客人 东京奥运会不是第一次 第四转播呢 57年前是第一次东京奥运会 在那一年 美国 日本为了转播 给向转播这个奥运会 在那一年的同年3月份 第一次向美国进行了转播 然后让一些日本年轻人 反美的人 冲到了美国驻日本大使馆 把大死的大腿上捅了一刀 好都没把它捅死 美国大使被捅了一刀 在奥运会召开之前 然后在57年前的这个奥运会 日本也遇到一个大的灾难 是什么灾难呢 没有水 完全就是当时讲 是东京沙漠 沙漠 没有水 因为那一年是10月1号开幕的 就夏天整个都没有下水 一直到9月20号下了一场大雨 哎呦 我才是谢天谢地 嗯 在这个这个 东京奥运会才成功召开 那是57年前啊 64年 嗯 然后呃 因为那是水灾 那是水汗 汗 汗灾 那这次那是全世界一样的肺炎 嗯 那也是个灾害 嗯 然后哎 刚才那个视频就完了啊 嗯 OK 就是 看到那个周围就没有 就是 你看开幕前的三天前 周围就没有几个人 呃 就是除了几个来拍纪念照的 还有稀稀拉拉的呃 媒体 我看到中央电视台有在那里拍啊 嗯 你刚才讲的是1920年的奥运会是吧 对 1920年的奥运会是在比利时 啊 比利时啊 对比利时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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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也找到了比利时 对 那一年是没有没有客人 对 嗯 没有客人是正好是西班牙流感的时候 嗯 嗯 然后你看啊 现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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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运会场 呃 今天晚上是外面是亮的灯 我有朋友在那里面看到拍了一个照片 给我看啊 呃有亮灯 里面是进不了客人 呃 明天能来应该是按道理本来是呃 邀请了八十个国家的八呃 八十位首脑级的人物或者是大臣之类的人来 但是现在已经只有十五位可以答应要来的 这十五位里面还除掉一个呃文在寅 韩国的大统领不来了 韩国大统领就是总统韩国总统不来了 这个文在寅不来这个听说是你们日本的这个公使讲了一句话 所以如果是个这个这个文在寅要到东京觉得什么问题 就是他等于是自卫 手赢的对吧 那 但真的真正是不是这个没有办法去确认 对吧 这是媒体这样报道有这种有这种传门 呃 但是真正的官方里面没有这样讲 反正他就是没来 而且呢 没来以后呢 在亚在奥运村不是亚运村的奥运村里面 韩国人第一件事韩国运运 第一件事就挂了一个政治标语 所以还有五万人等着等等着要来 其实那句话是一个政治色彩的一句话 就是讲的是大概是一五几几年的时候 李大将军的一句话 那韩国有个人叫李大将军啊 那韩国的历史我也不太清楚 哎 一个李大将军讲的一句话 那就是呃 当时好像是应该是朝鲜呃 呃 韩国跟跟日本作战呢 还是还是打仗是干什么 反正是一个政治性的口号 就挂在了他们的奥运村上面 然后呢 那写的英文 然后呃 就奥主会要就把他撤掉了 这是韩国人的呃 一件事在奥运村里面 然后还有一件事 就这两天媒体一直在报韩国人 中国人到时候没什么报 没有报中国运动员什么事 韩国人还报件什么事呢 韩国人的运动员 本来在奥运村里面有食堂 大家都可以去吃饭 呃 他不去 他要自己租了一个酒店 在附近租一个酒店 专门为他们韩国运动员 搞了一个食堂 他们那个泡菜是从韩国进来的 呃 然后呢 有些东西是从韩国带过来 但更多的食物是在日本当地 来取材 那就行了 你就单独搞一个食堂 你就搞一个食堂 结果他又搞出一个问题来 又搞成日本又不高兴 是什么呢 他把那个福岛的蔬菜啊 什么牛奶啊大米啊 只要是福岛来的东西 都要检测一遍 他们是用的那个小机器检测 我看到那个电视摆出来 那个小机器内容机器 我也我也有过 那也检测不了 那也不精密 对吧 真正是像个雷达一样的 就像一个大 就现在滚筒式的洗衣机啊 有那么大 我到福岛的现场农业所去看过 他们有六 当时在那就是在 在五年前吧 有六台很贵很贵的 是美国人造的 我说你们日本人造不出来啊 日本造不出来啊 日本有 要用美国的才觉得是更加有国际信任度 他们用的美国高价的比日历的 日本日历也有这样的检测仪器啊 而且价钱没那么贵 这性能也是一样 那为什么在那里展现个媒体 要看美国的呢 他给给大家有个国际信任度 你看这是福岛的一个农业研究所里面用的设备 是用的美国设备在检测 他一天要检测 检测一万多个品种 大米啊水啊鱼啊 就是就是各种的东西 他所有的农作物水产物 只要人吃的要用的他都要检测 这已经经过精密的检测过的以后 才能上市的 这点我们在日本待了那么多年 我们是知道的 所以韩国现在还进 还韩国还在进 就是包括东京 有九个县的农作物是不能进韩国的 好 所以到了日本来以后 一看到食物的标志上面 有是福岛厂的 比方说苹果也好 或者是 或者是 蔬菜也好 大米也好 哦 他们就不行 然后韩国媒体还大肆报道 然后又让日本的千业县的知识 福岛的知识 福岛的知识 今天发表谈话 他说这样 这样的话 如果在国际媒体再炒作这种事情 又给来带来一种就是风向标 福岛的是核辐色的东西 不能吃 日本人为了平息这个风波 我们叫风平 为了平息这个 花了已经花了十年的功夫 那日本国内以前也这种谣言很多 就日本做了很多的努力 政府也做了很多努力 连台湾都让福岛的大米可以到日本大米可以到台湾去出口 中国应该是不行吧 中国的大米本地进不去 就是韩国的媒体这样报道 包括他的运动员做了这两件事情 给日本的就是国民的感 就是对韩国人的好感度又降低 他本身他的大统领不来 对吧 那也就算了 本来想好多年 文在寅好像当了总统以后都没来过日本 他们都没有好好的进行个交往 所以日韩之间的摩擦也是相当的严重 关于未安妇的问题 对吧 然后在本来想利用这支奥运会 能够见个面 这个又没来成 没来成 不要紧 奥运会的又是挂横幅政治标语 撤了 然后又来一个食堂的问题 所以最近的媒体这两天对韩国的国际报道是比较多 还有对乌干达还有两个运动员早两天 他跑掉了 跑掉了 跑掉了以后呢 这个呢 昨天已经抓到了 今天好像已经把他送上飞机了 让他回乌干达 哎呦 怕了 把他请送回去 那当时他本人呢 邀请要政治避难 嗯 结果呢 没有没有给没有同意 不像上次那个 是泰国 不是泰国 是哪个国家 哪是泰国 还是哪一个国家 倒在踢足球 啊 一个运动员在会场上是这样 这样的 三个手指头 哎 结果后来在日本得到了政治庇护 那这个不一样 这完全就是 完全就是来了以后 下了飞机 到进了酒店 没有多久就跑掉了 两个乌干达的 啊 所以说 本来说是让运动员规定 要每个运动员要用GBS 来来监控 就是怕运动员 在日本国内乱跑嘛 怕有感染啊 或者被感染 或者传染感染 最早是想 就像 像那个孟晚舟一样的 带着你GBS 带着身上的 后来 后来就不给 后来就说还是不要这样 我可能国际舆论会觉得是违反人权 那就用手机吧 现在在最后定了 就用手机来定位 结果 现在是你用手机 他把手机扔在酒店 扔在房间里 他不带他不照样跑出去了 对不对 这没有用 就管不住 所以往外面跑的 还有 还有一个 一个非洲的一个国家 我忘了那个名字 那个国家的名字 还有一个运动员 就性侵犯 性侵 那个就是 在日本做那个 做公益活动的 Belondia的性侵 性侵 日本女性 日本女孩子 你跟她讲话 日本女孩子 本来就很热情 日本人都很热情 然后日本女孩子笑得很灿烂 她本来做义工的 对不对 那你哪个外国人跟她讲 她都是很热情的 对不对 她光电话之下 不能因为她热情 就觉得日本女孩子 容易上到 她还说是人家愿意的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这是媒体爆出来的 就是现在就运动员来了以后 到每天再来 现在都已经来了 有的有的是来了十天的 有的来了一个月的 有的在别的县 每个县都在接待嘛 在搞一个集中营训练营 那比方说在在长野的有 在区域的有 这些慢慢慢慢 在外面的有被感染的 现在总共加起来有75个人被感染 美国队 美国的女子体操队 她就干脆不住奥运村 她自己住一个酒店 但她里面也有一个阳性的感染者 美国女子体操队 我讲的这些你有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我在想这个事情呢 你说这个 这个东京奥运会计算是现在顺利开成了 那么她是不是整个投资 还是不是亏损很大 没有达到别人的这个 云的预期的 大家预期的这么一个目标 那当然了 首先门票 门票没卖出去一张 本来有几百个亿的门票收入 对吧 门票收入是一个方面 所以今天的节目里面 这些评论专家都说 到底是这一个一个慈善 一个很有名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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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加拉利斯多一个媒体 他以前是NHK的一个 一个讲新闻的 后来离开了NHK到了民放 我们民放就是民营电视台 他今天讲了一句话 到底是政治家要名誉 开这个奥运会是政治家为了要名誉 还是为了要欧嘎嘞还是要钱 对不对 当然他的转播权 国际奥委会 他要给一笔钱的 然后就是转播权 现在只能转播看电视 这个是收入的 东京都投了那么多 盖了会场 国家也投了那么多钱 盖了会场 重新盖这个体育馆场 那广场最早就是对吧 因为这个找了一个伊朗人 对吧 当然网络上有讲 对我上次节目讲 这个伊朗人是因为 是因为是少数族裔 还因为是外国的女性的设计师 所以日本就以这个价格高 把它回绝了 这个倒是日本媒体是没有 我查过 我也问过 这个还不真不是一个主要的理由 没有作为一个理由 是真是因为他当时的价格太高 你想他的造价是 那个是多少 250亿 管造这个250亿 然后 现在改的这个新方案 只有150亿 300亿吧 350亿 那个是350亿 这个才150亿 新造的 而且还包过了 因为他木头的结构 没有封顶 是木头的结构 所以当然是便宜 然后再重新由日本的那个 那个胃炎物来造的 然后 这个今天 今天 今天的这个奥运主委会 又解认一个 就 就辞掉一个 就开除吧 开除了他们的这个 明天开幕式和闭幕式的那个 我们 用中文讲 总导演 应该叫 总调度 嗯 叫 他是表演的导演 一个叫 小林的 小林贤太郎 因为他在很多年以前的一句话 是因为那个 关于犹太人 投烧了 三百多万 几百万 犹太人的一个 他拿一个段子 去开玩笑似的 然后被美国的一个犹太人 人权组织 揭入了这个问题 今天辞职 因为明天开奥运了啊 等于是张艺谋 当了这个总导演 到了明天 他要开奥运了 这个导演没有了 就是 支持日本 所以 接连不断的 但以前的这个 我们的 我们的奥林匹克的这个 以前 生喜狼 对吧 因为对女性的蔑视 说 女的理事 讲话太啰嗦 因为这句话 被媒体揭露出来以后 公布以后 他辞职 前首相 对吧 他是前奥林匹克的会长 只有 才有 有现在的这个女 女的敲本 介绍 对于现在的东京 东京奥运会的三个头面人物 我们的大臣 那奥运大臣是你的 东京都知识 明天要加那个旗子的也是你的 包括东京奥林匹克的这个 他原是运动员 或者是国会议员的敲本 就三位女的头目 做了奥运 当然了 不等于就能改变日本真正的女性 特别的提高 还有 日本的女性 这个 在欧洲和美国看起来好像 这个地位改变的速度非常缓慢 是吧 嗯 对 对 日本当然这些年呢是 呃 关于女性就职的问题呢 那应该说是比我三十年前是好了很多 呃 因为怎么讲呢 就是对于双职工 呃 有一个他不是幼员叫保育员 保育员都是由地方政府出钱的 保育员呢就是就根据你男性 一般加的这样男的工作嘛 就或者你双职工加起来的收入 在总和报税 根据你报税的情况 去付那个中餐费 其他钱 几乎都是免费的 只有一个中餐费 是是免费的 所以叫保育员 那是由各个地方政府 所以在以前有在家里 要带鸡的 要等待入保育员 有多少几百个人 几十个人进不去 那就是一个新闻 甚至上千个人 东京都进不去 所以那就是一个大新闻 小孩进不了保育员 所以现在慢慢在改善 就是为了提高女性上班 是吧 双职工 所以日本现在 一般是到一岁半的女性 是有长假 一岁半以后 就还是提上女性去工作 就一岁半以后 小孩子或者一岁开始 我的小儿子就是在一岁 开始去放保育员 那时候因为你就是讲的不好听 那时候我开个奔驰 我要开个奔驰去接送小孩 结果我的保育费是很低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开那个湖南菜馆 我们有亏损 因为我们刚刚开五年是没有 没有钱挣的是跟国家借的钱 不等于开的好车 我们家有钱 所以我拿税比较低 那个时候 现在我拿税比较高 就是 所以开车这个东西 我在讲到 麻烦你再放一个 放一个那个 那个视频导播 就是前 昨天 在奥运会的 预赛 的第一场 东京第一场比赛 是女子软球 你知道软球是什么意思吗 我说软球 不知道 软球是女子打的 像棒球一样 是往底下投的 那个是女子打的 所以那个球比较大 跟棒球一样的球 球比较大 而且那个棒呢 因为是女同志打的比较粗 球棒比较粗 它叫软球 有日语叫Softobol 我讲的不是英语 我讲的是日本外来语 就是Softobol 应该听得懂吧 英语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你们在这个软球 我第一次听到 Softobol Punk是软银 日本的软银叫Softobol 软银 Softobol 就是球 软球 翻译成中文 应该是叫什么呢 台湾 台湾也是翻译成软球 软球 应该叫蕾球 蕾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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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发明的 美国人发明的最早 是女子蕾球 OK 打这个球 你看啊 你看这底下有两个人 这是在昨天的真正的这一次东京2020东京奥运会的第一场比赛就是昨天开始的这个女子蕾球的预赛的第一场那日本人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运动员的士气也为了提高国民对奥运的兴趣因为日本蕾球呢是日本的这个项目是他们一个比较得意的 因为他们在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就得了冠军的 所以 你刚才讲的就是那个女士棒球嘛 女士棒球 对 完全没关系什么叫软球 OK明白了 对 叫女子棒球 那个球呢比较大 叫软式也可以翻译成叫软式棒球 对 软式棒球 日语翻译就叫软球 Softball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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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的是外来语我不懂英语的我完全是讲的外来语 讲的日本式英语 然后呢这个他在08年在中国的北京奥运得过冠军的是他们的强项 这是他昨天的第一场比赛 今天的男子 今天啊明天开明天开幕嘛 今天晚上的嗯 在在男子的足球 是昨天昨天你这类球是日本对加拿大 这应该是对加拿大8比1日本大胜 哦日本哎呀那电视里就牛逼吹吹的今天整个白白天就滚动性的报道啊日本打赢了因为这是他们的强项才能安排的第一场比赛 今天的足球是日本对南非对 一比零 刚刚我跟你做节目刚刚打完这场结果一比零 这也算是跟南非打日本男子足球也算不错的啊也算他们的强项都安排的呃一比零 南非这一次发现了两个阳性 所以他19个队员只有17个队员可以准备在呃到到了现场 进入场只有17个他本来是19个队员来的下了飞机以后就发现两个有有有有阳性 啊于是这个软球这个日本赢或者是怎么样也不不是很因为就是日本人玩的吗 对因为这个软球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规定型的奥运会的规定项目就哪个国家墙你就自己来弄你就把它设定 嗯是哪里举行奥运会哎你国家墙下的东西你就把它设为奥运会的项目 哪个国家都一样因为日本搞不了几块金牌你说他亚洲第一肯定是中国第二是韩国对吧第三才能排到日本 啊搞一会的金牌的话哇但日本强项的地方只有一个男子啊男子团体操的这个呃 男子团体操是强项 嗯嗯 cider 嗯 głos 好了好了就是你们日本个棒球就是了好啊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软球 臭棒 全世界都叫棒球是女子阮球 你同志打的球是软的球 棒子比较多 球也比较大 那么我讲那个 因为我去 因为棒球比赛有一个很主要的 橘纱场是在纽约嘛 那么这个 所以我们有时候去看过 然后到这个 小孩的学校有很多这种 棒球的这个练习场 我就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叫软性 棒球所以刚刚赶紧一查 发现是你们日本的特产 是的 人家美国人发明的 反正我们俩都是 不是日本发明的 不是美国发明的 我查了一下这个历史是美国发明的 没有没有 这上面写的是日本发明的 日本发明 日本发明 美国发明的太多了 我们俩都是运动员外行 我们都是体育外行 OK 我们再查我们的观众比我们熟悉 没关系 让我们的网友观众去查 然后我再讲讲那个 我今天给你做了一顿准备 背离扯扯 现在运动员已经发现了 讲到那个 刚才讲到那个北岛 就是刚才前面有个视频 就是软球的那个视频底下两个解说的 这个对 这两个 这一个呢 左边这个主持人呢 左边这个主持人叫殷景 殷景祥 是一本非常有名的一个男 就是京都有个叫男山 山之旁 山底下有个风 男山的男 一个组合 一个男子组合很有名的 其中一个主要演 其中的一个演 叫殷景 这个男孩子举行过红白歌星的主持 这一次的奥运会 明天的开幕式 他就作为主持人之一 殷景 然后他中间这个主持人 这是昨天给那个女子软球 做主持的 做解说的 中间这个男的 叫北岛 什么界来着 我对运动不太熟悉 叫北岛康建 对 康建 北岛康建 他在08年的时候 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得过两块金牌 游泳的运动员 很有名的 他今年已经39岁 38岁了吧 他已经退役了 现在基本上就是在做主持 因为他长得形象不错 我讲的这个游泳运动员 我在讲另外一个日本的 我蛮关注的一个裸体王子 这个这个对 这个裸体王子 这在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个裸体王子 他的名字叫 叫奈户 奈户大桥 奈户大桥的奈户 三年水的奈户 他叫大野 大野 也是这样的野 大野 大桥的大 奈户啊 这小子啊 在日本的一个美誉叫 裸体 叫 哈嘎达 他是裸体王子 但运动员都要 这个游泳运动员都是穿三角裤 都穿短裤 不是三角裤啊 就是上上都是裸的嘛 那为什么讲他是裸体王子呢 因为他在去年啊 2020年的时候他结了婚 他的老婆是一个很漂亮的跳水运动员 已退育了 生了两个小孩有两个女儿 他去年啊 他跟全日空的一个女孩子搞不轮 被周刊新潮拍到了 他是内定了奥运会的选手 因为他这十年间他今年才二十七岁 他十七岁出道 十年间在为日本在国际上得了好多过 好多个那个 那个世界冠军 幽容的 他是那个 他不是哇 他叫什么用来的 蝶蝶蝶蝶很厉害 他肌肉也很漂亮 你看你看他肌肉 然后呢 他搞了一件不轮子跟全日空的女孩子空姐 跟一个很漂亮的空姐 那个空姐的哥哥是那个 杰姆斯的加尼子 一个组合的一个有名的一个男演员的妹妹 他们俩 他开了个高级豪华的外国车 进口车 开了车就接了那个女孩子 进的不是个高级五星酒店 进的而是一个很普通的 很普通 就是很普通的一个酒店 人家干了那个事 出来了 被周看清潮就拍到了 他继续拍到什么呢 他把他那个外国车 把那个女孩子送走以后 回到家又换了一个国产车 去接他的两个 到幼儿园 保育园去接他两个 幼儿园去接他两个女儿 也被记者给拍到 这被媒体公布以后 那没办法呀 他十年前为日本得了那么多冠军 还身体还健壮 然后还就是身体素质还很好 而且只有他还能 真能给日本得了奥运的金牌 那么要金牌嘛 那就不能就不能呗 做法问题 那就摆在边上 反正也道歉 公开道歉 这就是他道歉的照片 你看他道歉 举着公道歉 道歉就行 日本呢 对于做法问题 当然也看重 政治家也说道歉 也是辞职的 国会议员辞职的也有 那做法问题 像我们中国人都熟悉的 小泉 小泉独身 报道他是什么找医纪 那没事 他这样当首相 还有一个首相 全世界都知道 中国人特别熟悉的 田中角荣 他也是 他有老婆的呀 他搞了一个医纪 生了一个私生子 叫田中金 我跟他田中金是好朋友呢 我们一起到外面去 还去过中国的以前 搞音乐的 田中角荣 他有私生子 他当了首相 他当首相的时候 说是不是要公开这件事 公开也就公开了 他还是首相 他照样当首相 所以在日本呢 我不是表扬日本 就是日本对自己 做法问题呢 只要你专长 有能力 该当首相还当首相 你该当 你去为日本 争夺金牌 还得多金牌 没有辞对他 他还是作为奥运选手 所以下面的 这个游轮 游轮比赛的时候 大家盯住 盯住我们的 日本的裸体王子 赖户大爷 看到能不能为日本 为我们日本 拿几块金牌 讲了他来讲什么 现在我们已经讲了 一个多小时了 我还有一种说话 就是这个奥运会 如果谁是出现比较大的问题 有可能中间停掉 可能性存在吗 在日本的奥运 奥运会 奥运委员会的 有一个理事 讲个可能到最后一刻 都有要停掉 都可能 有这么一个人讲过 这么一句话 那就是我现在开始跟你做节目 今天是我们的日本时间已经十二点了 深夜的十二点 明天晚上八点 那就是还有三个小时 还有将近 也只有十几个小时了 那二十个小时 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两个人呢 都是奥运未行 我不但是体育外行 而且我是一个反对奥运的一个人士 我也是 我也是 你也是 那个我们多了一个人 我私底下告诉你 我真的是 不是私底下网友都知道了 就是说我基本上 事实了解奥运以来 我就认为这是一个表现名菜 这是一个扭曲人的正常身心的一个场所 名菜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大大的发扬一番 不是真正的奥运的精神 他们所提倡的那样 不是那么坏事 奥运现在的问题太多太多 我是建议感觉就不要开了 就是 但是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 我觉得很遥远 但是毕竟 今天我发现有了两个人反对奥运 最重要的是 这两个人是体育门外汉 所以因为 因为外汉 所以自然的对体育门有好感 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你在美国工作 尤其在公司里面工作 你觉得人均关系有问题 首先看体育 把体育看明白了 就有话说了 否则的话 人人见面很无聊啊 对吧 所以谈体育是 美国男人交往的一个 基本上的一个 基础必要的一个背景 但是好像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这个要求 所以我们两个人也不懂 两个人也反对 更重要的是 我们两个人可能都不锻炼身体 是吧 对 因为我是搞文艺的 应该我以前算是一个文艺工作者 我不是体育运动员 我不是运动工作者 我是我是叫文艺工作者 所以我关注的呢 就是这种奥运会的开幕式 有什么购物表演啊 有什么秀啊 有什么表演啊 这个我是比较关注的 但这一次呢 你看今天我们日本的那个 这个总导演都被辞职了 都被开除了 是吧 明天是谁来组织 当然应该是他每一个部门都有规定的人在的 应该 有AB脚 应该还有其他的导演可以做的 虽然他是个总导演 总调度吧 也就是这已经排好了 他的助手 说不定他就在背后 只是表面上把他吃的值 对吧 不管我反不反对 那但是我还是希望东京奥运会能够顺利召开 希望我们的各国的运动员能够身体健康 那么来的时候身体健康 然后回到自己的祖国 回到自己的家乡 还是很健康 我们的镇上 我所在的这个镇上 曾经有一个奥运的冠军 那么这个得到奥运以后 旁边还有人游行了一下 这个美国是把这个奥运选手 把这个体育的东西当成一个非常好玩的 是一个这个 大家很有兴趣的一个事情 但是不是那么的政治化 但是在有些国家是比较政治化 那么到现在目前为止 东京的奥运会虽然出现了一些政治的事情 但是整体来讲还不是那么政治化 然后你刚才讲了 日本的民众反应比较弹幕 我觉得也不错 实际上在弹幕的 在奥运会弹幕的 纽约人算一个 纽约是由于你早几年准备申请奥运会 还没有开始提出来 民意调查 大家基本上都是反对的 没几个支持的 所以后来连申请都不敢申请了 所以每个国家不一样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不喜欢奥运 但是我希望奥运能够顺利召开 对 今天的这次奥运会 你不要看金牌多数 这绝对是一个不公平的 因为本身它延长了一年 有的人的年龄已经增大了 本来在去年可能成绩会发挥的更好 但是这一年都是每一个国家 哪个国家的运动员都不可能发挥 正常的发挥出很好的水平 因为这一年都是在关紧闭 都是在关紧闭 而且明天开始的运动会 也是一个没有观众的情况之下 没有一个现场的那种激烈性 跟他们以前的比赛不一样的 所以有英国还是哪个国家的 那个羽毛 不是那个叫Tennis网球运动员 他说没有观众我不来 所以这一次的比赛 就根本就看不出真正的体育的实际水平 或者国家的水平 那所以有些是国家代表 每个国家是代表国家队 你像在日本的体育运动以前 你像很多运动员选手 你看他的成长的历程 他不是国家培养的 都是妈妈培养的 都是家里自己掏钱培养的 这就是日本的体育 所以日本的小孩踢足球也好 他不是什么体肖 也不是说进到什么 到了一定的年龄 有国家的集中训练 社会主义国家是这样 但你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 基本上都是小时候 都是靠自己家掏钱 你看福元爱他们从小去打乒乓球 都是他妈妈带着的 还有一个伊藤成美 一个中文也讲得很好的 他们那些党平凡 都是家里带着 就是应该是一个全民运动吧 但可能他成名以后 在少年队当了一定的国家 名次以后 国家把他作为集训 国家给一些补贴 或者到一些专业队伍里面 发工资给他 我刚才讲那个裸体王子 他是属于全日空的俱乐部的 所以很多运动员 都销售到每一个企业单位 这次还有一个 55个广告商 包括风田汽车 这个汽车那个汽车电汽 55个广告商 明天能够 明天到那个奥运开幕式的 有37个已经辞退 不去 不参加 不参加开幕式 所以说安倍 有可能不去 这可能是我李小木第一个讲的 如果讲这里就做 好的 我们前面讲了 就是希望东京奥运会顺利召开 但是假如假如 万一不顺利的话 出了问题的话 我会随时请李小木先生 跟我们这个上网 来这个介绍情况 好吗 好的 好的 非常感谢 也感谢我们的观众 能够包拥我们两位 这个不但是体育的门维汉 而且是奥运的一个反对者 所以就是 激淡了一条骨头 挑了奥运会的一大堆问题 如果你要看正面兴趣的报道 请看日本的NHK 开玩笑 你是NHK 也会有报道不少问题 新闻吧 只要是事实 就应该呈现给大家 NHK报的问题没有 民放报的多 日本的民间谈 每天都是 就跟我们讲话一样的 都是很坚韧 都是 没有什么好事 全是讲的 这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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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HK都很少讲 那个韩国的事情 OK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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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木 谢谢我们的编导 谢谢我们的观众 如果不出一位 我们下个星期见 如果出一位 我们随时相见 好好 再见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 www.minjinnews.com Twitter at Minjin News 脸书 Facebook.com